字幕志愿者 李十一 Show Happy 有我昆頓 繼續有李十一和Yuki Loving 兩位都想問問你們 因為知道十一之前是先做些電影配樂 然後才開始出來做歌手 Yuki 先玩Indy Scene 到地面去主流 但進入主流娛樂圈 其實跟自己幻想的落差大不大呢 我沒有任何期望 甚至到這一刻我還是一個製作人 我又沒有踏下去那邊玩過那種遊戲 我又沒有覺得 為何和我想起不一樣 你看我現在都是亂來 都是傻的 都是傻的 亦都沒有打算告訴你 我說髒話會打冷震 所以沒有任何落差 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包袱呢 我立刻還要穿衣服 如果連這一刻都可以沒有 那就真的沒有了 Yuki呢 我反而覺得 我不叫自己做Indy 也不覺得自己是主流 可能是中間 夾那裡又在走 對 因為我覺得也不想 這麼快把自己定位是甚麼 因為我每天都在摸索 自己在找甚麼 自己是甚麼 但是也有點不習慣 自從派了歌之後 因為 譬如做音樂之外 又要學做訪問 又要拍攝 又要兼顧多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都適應 但是這些東西 會不會影響 或是給你創作上的衝擊 我反而覺得要用多了力 去提醒自己 最初為何要玩音樂 很多很瑣碎的事 會令我分了心 初衷是甚麼 初衷是甚麼 沒有啊 我純粹那一刻想寫甚麼 就寫甚麼 不想有太多顧慮 但是也想維持這件事 因為現在做娛樂圈 其實很… 除了要娛樂自己 另外一個就是要娛樂大眾 當中應該會有一個落差 即是你不只是對自己開心 還是要哄別人開心 你們倆如何在中間這個位置落平衡呢 我不是一個娛樂家 也不是一個大娛樂家 我似乎是一個 喜歡將一些道理 尤其是一些很狠的道理 用另一個方式告訴你的人 若然你只剔到我是娛樂家 那就好 那就大街大歡喜 你就被娛樂 但是如果你想心一層 我從來沒有想要娛樂你的 即是… 我喜歡… 譬如我上一首唱歌叫 《夏克上》 我前一陣子有想法 我跟Kill the Sook的合作 我想起其實也挺有趣的 那首歌是講年輕… 《夏克上》是一個以前的用字 是解… 那些素人、浪人 日本那些浪人 他慢慢由一個普通的浪人 一邊打…打到上面 成軍王 然後軍王 他做了軍王的時候 又有下一個素人浪人 又…打…打…打… 那我就… 我就… 用一個題寫了一首歌 就是講 我們這些年輕人 始終有一天會供到上面 那… 而我們做了大佬的時候 始終有一些年輕人供上來 那我的意思就是… 這個已經是完整的 《夏克上》的意思 但我再多一層的意思就是 其實我們遲早有一天會被取代 我們遲早又會變老 我們遲早又會沒有意思 那… 那… 為什麼我們要在大佬的時候 去欺負那些年輕人呢 為什麼我們要令他們一口氣都沒得透呢 如果這樣一口氣都沒得透呢 如果這樣一口氣都沒得透 我都中東都上來 你就死定了 我一定會被他死定了 是嗎 那… 這是一個生活的哲學 那… 那… 我… 很多這一種的勞騷要說 是… 我是一個勞騷人 只是… 是的 只不過是… 我不… 我不斷露宿 你聽我說 你要做人 要對著年輕人 你不會聽的 所以你就找一個愛人認為是活該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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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聽一下 挺有趣的 傻仔 一百個女生疼你 但你聽上一層就不是這樣 所以是否娛樂你呢 若然你覺得你被我娛樂 那就是恭喜你了 應該是大家都很開心 但… 實情是不會 即是娛樂當中 還有一層心的意義 放在你身上的東西 希望啦 即是你的出發點 真的不是… 即是你做音樂的出發點 不單是想音樂令人開心 沒錯 你真的有一些… 好心的道理 心不心都好 簡單到… 其實凍飲不應該要加三元那麼貴 我都覺得要… 其實最終是… 不如大家想想 大家想想 開心之前不如想想 不是不開心 很開心 大家都開心 想想 是不是這樣 你對待這個樂策 其實我覺得做音樂當然… 首先要自己很高興 但其實到最終都會想有支音 都想自己音樂走得更遠 會有聽眾 但我又不會覺得是一種壓力 反而… 我覺得是動力而不是一種包袱 我覺得 但是你寫歌 習慣會是怎樣的呢 這個我們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 我們是掉轉的 我是有一詞先的 是 就是寫一些… 例如詩句 例如刪笨 自己… 短的一些… 我寫一些很零碎的想法 寫下了 再慢慢按回我首歌 所以你的曲 通常都不是正常的曲式來的 就是扭行曲來的 扭來扭去 有一點 但《十一》是另一種方法去寫的 我就… 傳統一點 不知道… 我是melody行先的 嗯 我小時候… 我最小時候很瘋狂 我小時候是編曲行先 整首歌全製成了 有了幾個段落 整整齊了 就好像聽了MMO 但沒有melody 我小時候是這樣 我只是覺得自己很奇怪 我只是想… 為何會這樣呢 人人寫melody 寫歌不是這樣 我甚至問人家 你呢 是否melody行先 那你怎可以記下melody 我那時沒有電話不方便 怎麼辦 我不會搞的 但當時我中四開始寫歌 中四寫到中六 我已經寫了三四十首歌 但全部只有編曲 其實我幻想不到 如何可以有編曲 也沒有melody 對 所以反過來 它又是一個限制 又是一個空間 很有趣 譬如我把東西丟掉 我覺得這首歌要有chorus 然後再製作曲 然後製作一段完全不同的東西 然後再製作曲 譬如是這樣的 我先組成空間 好像組成了整間房間 完全不想是做什麼 不想廁所擺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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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可以擺廁所 這裏可以擺廁所 但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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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 所以我會擺在哪 那裏可以擺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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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完全跟它相反 我是很零碎的東西 是一點的構圖都沒有 反而我很需要有構圖 你可以試試這樣 你跟它擔吻 對 一起擺 所以就擺在那裏 擺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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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可以否開心 因為 你看你的春光滿面 真的很開心 有些女生 喜歡擔一擔 才會開心 之前我跟Killershop和達哥合作 終於有一個女生了 很開心 還有 經常覺得合作合作 有時拿完唱首歌不太有意思 有時我認識這個朋友多了 知道他的習慣 有時我們會越傾越深入 有時追著大家的缺點來說 很有趣 會不會生氣的 會不會生氣的 不會 我不理他 對 我不理他生氣不生氣 看一出的 我也是不理他 有時要說 你上次的演出 坦白真的很緊要 你上次演出 這樣差點 要怎樣搞好 因為你知道他不是為了傷害你而言 而是想你更加好 所以我是很接受的 追著你 整天都要 碎妹 好怨 我想問問兩位 其實在生活當中 甚麼帶給兩位最大的快樂 很簡單 就是茶餐廳 我很喜歡吃茶餐廳 而且我會想到處找茶餐廳去吃 為何我會有時間去茶餐廳吃東西 因為我有空 起碼我不是在工作 在工作以外的時間 放鬆心 對 然後我去茶餐廳 我就要選卡餐廳 我喜歡坐卡餐廳 有多一點私人通餐 然後就試那裡的食物 通常是炒粉麵 然後最重要是洞藥小甜 或者洞藥小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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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幾乎最大的動力 幾乎是 幫自己重新鮮 對 去吃日本以後的人 不是開心 都開心 吃下很開心 但是 你的心要準備好多才去到那些地方 對 有時候去到茶餐廳沒有遇過 見他相貌平平 進去 茄蛋牛肉飯 我最近發現 竟然我樓下那間茶餐廳 茄蛋牛肉飯 通常茄蛋牛肉飯 你的重點就是在牛肉 站在那裡 蛋是裝飾 我第一次吃茄蛋牛肉飯 蛋是好吃的 是濃的蛋香味 我這樣去觀察生活 去發掘這些小的感動 我就很開心 我回到樓便很有動力寫歌 你會否觀察其他食客 會的 偷聽隔壁說話 我試過有一次 因為我小時候也有拍戲 我現在不敢說自己認識 但我希望有一天會回到那個範疇 但我最近見過兩個很感動的時刻 一次就在附近 附近有間茶餐廳 就有一個公公兩個婆婆 就走進去茶餐廳 然後就坐下了 三個人就分享了一間西多士 然後就切去吃 那個畫面很感動 很好看 你便會想 為何他們三個人 叫一葉呢 可能太甜 不敢吃那麼多 醫生說不敢吃那麼多 吃一點就好了 或者其實根本就不肚餓 想打牙膠地坐下 但有很多所謂的含金糧 藝術的含金糧在裡面 你慢慢去發掘 又好像我最近幾天 我去了打火鍋 樓下的打火鍋 就是任喝任吃海鮮 很棒 進去看見我的小情侶 穿著校服 當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多 穿著校服 很純情的 一個中學生在打火鍋 畫面很好看 又有很多原因 為何這麼晚還穿著校服 即很多幻想 我會去看這些東西 這些就是我生活的動力 相比起之下 我去哪裏吃了一餐很貴的法國大餐 或者買了一件什麼衣服 我沒有這一種那麼開心 都是平民化的 說出來我都會覺得很甜蜜 那件事 Fiki呢 什麼東西你最開心 最開心嗎 我想如果用一個自形形容我的生活 或者人生 我想用一個chill字 很chill的 我真的很喜歡 一定要chill 一定要放鬆 我喜歡放很多蠟燭 我很喜歡長時間 將自己放在一個很浪漫的地方 而且我房間所有燈光 都要以浪漫見稱 一定要浪漫 就是進去放鬆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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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帶男孩回去 是暈了 OK 這招聖 不是 安全 好像一個洞 你不捨得走 什麼洞 一個洞 一個洞 一個黑洞 OK 歡迎大家收看知情知成 是 什麼洞 剪吧 剪吧 會令你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就會覺得很自在很開心 這個就是你有不開心的時候 只要躲回家裡這個洞 不開心 我也要chill 我覺得 尤其是生活在香港已經很忙 很快 很壓迫 為什麼還要辛苦自己呢 自己一個時候當然是最chill 所以長時間都一定要chill 這個生活態度真的很正 真的 不可以辛苦自己 不是每個人都做到的 就是 我這些不可以 我這些不可以 我這些很喜歡繃緊 很緊 鬆開個眉頭 剛才也說過 我們上來 Show Happy 這個show 其實都想兩位展示一些 你唱歌以外的才能給大家 Yuki就選擇了畫畫 嗯 其實都知道的 你都開過畫展 但你是不是速寫都可以的 速寫 之前有個市集 我就在那裡畫人像 都挺痛苦 挺痛苦 挺痛苦 我留心畫 又很怕fail 畫得不像 很怕黑我臉 同時要跟她說很多話 所以 我覺得是一個訓練 就是要訓練 怎樣跟陌生人 你跟她說話是怕她坐著 或是想了解她更多 其實都挺有趣的 可以聽到一些不同的故事 又或者原來她是這樣認識我的 又或者她剛剛跟男朋友去完邊 會聽到很多很瑣碎的事 都挺有趣的 但是吃力的 你是否有點怕跟陌生人接觸 其實又不是怕 但 你知道我們做這個行業 可能要面對很多人 有時反而會覺得 有點累 一直在說話 但那次也很開心 好 那一會就請你弘畫 好 但你跳舞之前 找到10日 10日就說不用道具 你搞什麼 搞什麼 假裝水聲 厲害 請 close up 她的臉部表情 我的五官 都是很不受控制 會動的 首先 就是鼻子 接著就是眉 可以兩邊都可以 接著耳朵都可以 誰看到 看到嗎 這麼足夠的 還有 然後 我的嘴是吃得單邊這樣 你試一下 你以為這麼容易 哈哈哈哈 還有我可以扮到 即是有時口渴 你有浸不切水 就可以看霉止渴 但你聽霉都可以止渴 或者這樣 或者可以打一首歌出來 哈哈哈哈 多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絲 哈哈哈哈 我喜歡想什麼 不用找鼓手 對 找你去撞一下 沒錯 好 謝謝11里這個人體奧妙展 你說他不受控制 其實他只受你控制 沒錯 你想怎樣動都可以 沒錯 好了 11就表演完了 接著這個時間 這就搞得又起了吧 好 radir 操作 faut重新車 但你怎麼樣 先把事情都在一起 好 你應該好 好 請你 從 這就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